好,老師您進到簡報30頁之後 我們現在要來玩的就是 Google Earth Studio 那這個也是純線上的 好,那 它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欸,其實啊 這個服務 會讓老師怎麼樣 你會發現 原來 我現在也會做電影級的 跟廣告一樣的這個東西 那您可以從這邊把它打開 這個是我介紹的文章 以前我介紹它的時候其實是沒有中文 但是現在呢,老師 我們上面都有中文囉 OK,來 您看一下在這裡 您可以打開這個網址 我把這個網址也貼給線上的老師們 好 那我們把這個網址打開 OK 好,那你進來之後呢 你就try 有沒有,右上角有個try Earth Studio 在右上角 有找到的嗎 對,你看進來之後 他會這樣選擇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之前沒有申請 那 可能就 沒辦法馬上用 這個是為什麼 希望大家 需要先申請的這個動作 有沒有都是中文的 老師只會覺得這個網站有了之後 真的會變比較厲害 好 好 那您看一下喔 他在這邊啊 其實有兩種 做法 一個叫快速入門 一個叫空白的 老實說 為什麼我當初會用到這個 因為 其實 我上課就會教到這種做法 只是以前我們是什麼 來,你看我簡報31頁 31頁 我們以前是用 Adobe有個軟體叫 After Effects 這個 來做 你現在看到的 這樣的效果 可是 說真的 這套軟體 要學習 要一段時間 加上你要做這種效果 哇,開玩笑 我可能要兩節課才講了吧 可是現在你是 五分鐘就搞定 真的 來,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今天只有 用他就好了 好,就沒有做後續的 這個整合 但是沒關係 有他就很好用 我們先用快速入門 好不好 您從這個快速入門開始 點一下 首先他給你看到幾個 總共他有五種 專案 你看 還有第二頁 有沒有 總共有五個 你只要滑鼠滑過去 他就會給你看到那個動畫的效果 滑鼠滑過去 有看到了 有沒有 點到點了 從哪一個點到哪一個點 你有沒有感覺到 以前這些都是在電影上才會看到的鏡頭 因為他們要用直升機 要用飛機 現在不用了 好嗎 你看 然後這裡還有 有沒有 直接指定地點 然後環繞檢視 好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最簡單 好吧 你先從第一個 反正就 直接縮放 你點到他 然後呢 是不是有一個開始 他等於快速入門就是有點像精靈式的 帶著你做 最後還是會跟空白專案一樣 會打開他的 界面 好 你看喔 他就問你一件事情 那你要去哪裡 你先告訴他 比如說我們想要到 墾丁 那我就跟他講 我要到墾丁國家公園 OK 好 但是現在這個位置 你不見得喜歡 對不對 那操作方式都跟我們Google地球一樣 手 是不是平移 就滑出左鍵 滑鼠的右鍵 往前 往後 老師還記得一個 最不一樣的是哪一個 滾輪 對對對 如果你的滾輪可以的 你就滾輪壓下去 拖曳 可以調整角度 有沒有 那如果 你的不行 就是SHIP的先按住 加滑鼠左鍵 等一下 我這個 我看一下 這個不行嗎 我看住 還是 我這邊不能調 但是沒關係 等一下 你可以調看看 來 我就先下一步 第二個 他問你 有沒有 你要的起點的海拔高度 現在是很遠 你可以拉近一點 靠近一點 衝進來 那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也有雲層 但是你們的預設應該是沒有開 你們有看到雲層嗎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有 對不對 你們有看到嗎 你們自己的 有嗎 你的有 因為他的雲層是可以選擇要不要開的 如果有沒關係 應該可能是這個 快速入門有 因為我印象中好像 那個要額外打開 好 那我們 那我們決定好海拔高度囉 再繼續 你要幾秒鐘 有沒有 所以你看從外太空 衝進來就這樣解決了 這樣了解嗎 好 如果你確定要5秒鐘 我就讓他這樣 那就打個勾 恭喜你做完了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 就是他真正 編輯的畫面 這個呢 你看他會分成左邊一個視窗 右邊一個視窗 其實跟我們 我在用剛剛介紹那個 After Effects那個軟體 其實真的很像 所以我就覺得在這邊 難得Google跟Adobe有這麼深度的合作 有沒有 有沒有 老師 你決定好這次就進來了 那我們下面呢 就是你的時間軸 好就是你的這個時間軸 那你看到的這個 前面 後面 這裡有這個菱形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key frame 關鍵一個 也就是我們剛剛有指定 我從哪裡 飛到哪裡 所以前面這個就是你的起點 後面這個就是你的終點 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所以你看 我們在這邊 像這樣子 拉進來 左邊就有 左手邊這個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他有分不同的角度 你是由上往下看的 還是像這個 東西南北 你要看到哪一邊 你都可以改變喔 我從東邊看 從北邊看 是不是都可以改 你如果攝影機就回到跟右手邊一樣的 好那如果我這邊 有條攝影機 這裡 我就調整上方的 也就是攝影機呢 其實你現在 這台是攝影機 這個就是你看到的範圍 你看到範圍 所以你看我把它往後面拉 後面拉 這樣子 那因為我剛剛這裡 其實沒有調成功 所謂的調成功 就是說 我剛剛的那個傾斜的角度 好 如果我剛剛有調整成功 你看我在這邊 我把它往 我看一下 這裡行不行 這裡我的這個好像會受限 因為它必須要用滑鼠滾輪直接壓 我就可以調整它的那個傾斜角度 可是我現在這裡不行的話 我就沒辦法調整給各位看 好那 左手邊這裡啊 左手邊我剛剛說有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雲層對不對 你看 新增屬性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 叫做 3D建築 海洋 然後還有一個雲層 有沒有發現沒有開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如果你希望雲層也進來 好你可以把這個屬性 在上方這裡有 叫新增屬性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界面 才是它真正的 標準的界面 剛剛那個快速入門 是方便大家 我想要做這個效果 你可以很快就做好 這樣子 這樣第1種 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好那 這個部分啊 如果你想要play 也可以從上面這邊 直接play 直接play 你就可以看到 整個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 這個檔案 你可以把它做一個儲存 你看這裡有一個儲存 有沒有 這是它的專案檔 所以代表你以後 還可以進來編輯它 點下去 欸 你可以選擇喔 你要存到 雲端硬碟 還是要放在 就是 應該說預設它是存在雲端硬碟 就因為你都是用Google帳要登錄的嘛 好所以它就是存在雲端硬碟 那你也可以單純把它匯出 就有點像我們剛剛KML那個 一樣 只是它有自己的專 專屬的 專案格式 專案格式你可以從這邊匯入跟匯出 這樣你大概了解的意思 好所以我可以像這樣子呢 就把它存起來 我就可以下次改 可是 最重要的是 你這邊做好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直接變成影片的 或者是你把它變成什麼 連續的圖檔 那你看我們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算會 對不對 好你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 它就問你 你現在這個動畫 第一個 叫什麼名字 好 我用今天的日期 再來 你選擇 輸出的時候 要放到哪一個資料夾 好 假設我放在我們桌面 我來建一個新的 好 存起來 它會 要求你 你要允許網頁 讓你有什麼 查看檔案的權限 因為這樣它才可以把你的內容 把它寫進來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 剛剛右上角那個算會 接著呢 你看喔 在這邊 它給你兩種選擇 你要輸出的格式 一種叫做 Image Sequence 就是 我把每一張 假設我這裡有100張 100個影格 我把每100張 這100張 變成一張一張的圖片 那它就是所謂的連續圖檔 它變成JPG 好 那這個當然我們也可以直接拿到什麼 你的那個剪接軟裡面去用啊 都OK喔 這是第一種 這種方式呢 是直接用你電腦 自己的電腦 的能力去運算 那如果說 我不要 我想幫你幫我直接變影片 可以 你也可以直接選擇 幫我變成 MP4的格式 那它就會利用 Google的 SERVER資源 幫你運算 所以這個你要等一下 因為呢 它做好了 它會直接用 E-mail通知 所以我已經做好了 這樣了解 所以它有兩種輸出的格式 然後 你的畫面 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你不見得 一定要從第一格輸出到最後一個 因為 有可能你要的只是中間 某一段而已 這樣了解嗎 好 你可能只要 其中一部分 你就可以從 比如說我不要那麼多格 我可能只要 就是快要到的 我就100 到150 就好 那你的影片的尺寸 你也可以自己訂 那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 著名內容來源 這個什麼意思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它 告訴你 我會有一個 類似浮水印的功能 可是Google還不錯 它還可以讓你自由調整 這個浮水印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哪一邊 還是要自己 自由移動 只要不要擋住 你想要說明的重要位置就好 但是 我可不可以去除浮水印 可以 你如果想要商業用途 因為商業用途都不希望人家看到 你就可以參考這個 這個就是屬於收費的部分 所以像一般你在 那個新聞或是 你看到那個電影裡面 或MV裡面 他們去用的話 他就會 跟Google 去取得他的授權 從這個地方 去把這個浮水印把它拿掉 但是我們教學上就沒什麼差了 就直接使用就好了 然後你就可以往下看喔 這裡 你就不需要做 那個什麼追蹤資料 好了 我們就 剩下 最後一件事 開始 就這樣 你就可以開始把你的 這個 影片 或者是 連續圖檔 做一個輸出的動作 這樣你了解了 你看喔 我先用連續圖檔 輸出給大家 參考一下 好 儲存 因為連續圖檔 他是 借助什麼 借助你的電腦能力去算的 所以 他這個時候就開始 從我的100格 開始往後 但是老師要注意喔 他要求你要專心喔 什麼意思 如果你偷偷會來跑來 看我們家的文章 他就會告訴你 你不專心 我不幫你算 有沒有 已經暫停了 你就是 繼續 一定要在這個頁面 繼續看下去 可是如果你是輸出 影片的 就沒有這個限制啦 因為影片的是用他的雲端資源嘛 那他等一下會記信 對他等一下會記信告訴你 我已經算好了 對對對 然後會給你一個連結 讓你去下載 這樣老師了解意思了 好所以你用連續圖檔也可以 你要 輸出成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種 連續圖檔 你看 進來裡面 進來裡面 有沒有一張一張一張的 他都是連續的 都是連續的 那我們抓到 簡介軟體面或者是 我們的特效軟體 他也會自動把這個 當作是一段影片來看 這樣老師你了解意思了 OK 所以 您可以發現說 我們用Google Earth Studio 來做 這個是 純作動畫 它比較不像我們剛剛 Google地球 不管是電腦版 或是線上版 它會有比較多的 就是 可能你去做研究的 或者 資料的標註 這邊很單純就做動畫 這樣 理解了 那你再看一下 我們剛剛這邊這邊還有其他的 對不對 有這五種嘛 那你看那個 環繞或螺旋的 其實都很好喔 那比如說我開一個 你看我這邊有羅馬競技場 這個就是 它裡面的 你看 這個跟我們剛剛一樣 你要繞一個圓 自己繞 老實講不好繞 可是他幫我們繞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 對不對 他都幫我們產生好了 所以我們play看看 你看一下這個 有沒有 鏡頭是不是在這樣移動 那如果你在這個過程你覺得 我想要靠近一點 比如說我到這個關鍵格 我想要靠近一點點 你可以拉動他 你看這裡 這個是攝影機 你看我有沒有靠近一點 所以 我這樣就變成在環繞的過程裡面 我會靠近他 沒有記錄起來 來 等我一下 他沒有記錄到 好 攝影機的位置 平移 好這裡沒有 我把這個關鍵格加進來 有沒有 我可以自己加 然後移到後面 這裡幫我加一個 好現在我移到這邊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關鍵格 我們做動畫常常會用到這個 好你看我把他往前一點 有有有這樣有了 好 然後後退 在這裡 OK 來你看一下 我在繞的過程 關鍵格 平移 攝影機 精度 維度 目標 目標 他沒有幫我記錄起來 看一下是不是我找錯屬性了 傾斜 好 等一下 這樣子 應該有 這個屬性沒有抓到 因為正常來講這邊應該會有 那這樣就是你可以做更客製化的 動畫 好 好 所以在這一塊給大家這樣做個參考 那麼 一樣的 你就可以再把它另存出來 所以其實 Google Earth Studio是 剛好跟我平常在做那個動畫領域是比較相關的 那以前要做這一塊真的是蠻不容易的 可是我們現在透過這個方式來做的話 真的好簡單 就跟我們一般 好像那個操作 非常的接近 一般的那個 簡單的動畫軟體 你只要給他目標 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了 OK 好 所以我把 Google Earth Studio 先到這邊 做一個 結束 不知道老師對於這個 雲端的服務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 其實你看我們今天 介紹的很多 這種 Google地球的 對不對 地圖的 一些應用 那你就會發現 Google地球的版本 真的蠻多的 主要 還是 我們講的 就是 以地圖的 研究為主的 還有就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剛最後介紹的 做動畫為主的 大概是分成這兩個方向 OK 好 好 好